台电副处长林腾安亲自学习为植物人穿覆木 防止院生肌肉关节乱缩 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就怕他们觉得不舒服 关心植物人台电动员500多位员工发挥爱心 募捐了21万元及大批物资 要捐给长期照护植物人的创世基金会 了解基金会是需要来过去来再监管 来让他继续的能够把这些官的活动继续往下走 所以我们处长就呼吁大家发挥爱心来监管 就是认捐 想不到一下子就是募了21万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希望把这个21万多 捐给我们创世基金 经过一个循环这样认识台电来赞助我们 我们就非常谢谢他们 谢谢谢谢台电这些爱心人士 谢谢谢谢他们 会有这次爱心一举主要是因为台电一位菜姓员工 在用户加钞电表的时候 发现一位全身瘫痪的廖奶奶 因为廖奶奶有心脏病急关节退化跟失智问题 平常儿子要工作一个人照料分身法术 后来知道创世每个月都会到奶奶家中给予照护 台电才会决定要提供更充足的资源来帮助更多植物人 我们每个月的开销呢 其实我们统计大概每位植物人呢 都需要耗费4到6万块这样的一个经费 那今天台电现场带来了21万这样的一个善款 跟尿布还有这个管罐的这个奶粉 其实对创世在照顾质问上面其实帮助非常的大 那对于台电今天这样的一个慷慨艰囊 这样的一个把善款送到创世 其实对创世来讲真的是受惠良多 创世基金会植物人安养院 目前院内有30位院民到宅服务的也有90余位 一个月下来开销惊人 而台电这次伸出援手提供爱心经费及物资 能帮助院内短期运作更轻松 而院方也期待能有更多爱心挹注 一起关怀生命照顾弱势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